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Jack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放飛的這個話題 大家有在台灣的野外看過原生種的鸚鵡嗎? 我想你的答案應該是沒有 鸚鵡這種特殊的外型還有亮麗的羽毛 與過於一般鳥類的智商是台灣原生種看不到的 鸚鵡原本生存的地方有可能是中南美洲、非洲、澳洲 而亞洲看到野生的鸚鵡幾乎都是從家裡不小心飛出來的 經由人類引進的鸚鵡在台灣的生態系中算是外來種 先不論生態環境的問題,鸚鵡在台灣會有生存能力嗎? 我想這會是一個未知數 有些人可能認為鸚鵡在野外就是吃那些樹皮、樹葉、甚至樹上的果實當作食物 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從小有人類飼養的鸚鵡 它在野外會有生存甚至秘食的能力嗎? 絕大部分在台灣寵物鳥的這種鸚鵡呢 有些幾乎從破蛋的那一天開始 它就是經由人類所飼養 一湯匙一湯匙的呢,用人類準備的奶粉、餵食 人類取代母鳥餵食的機會 我們用餵食器或者是湯匙代替 直到牠成鳥的時候啊 人類每天依然提供牠非常充足、非常足夠、新鮮的精緻水果 還有精緻的蔬菜 讓牠們每天過著一食無魚的生活 所以呢,長期在室內或者是籠子裡面習慣的鸚鵡 牠有可能一看到藍天呢,一不小心飛出去就一去不回頭了 即使是非常親人的鳥也一樣 我尊重鸚鵡遜飛的活動 因為鸚鵡在飛行的時候啊 不僅僅能夠訓練牠們胸部肌群的發展 達到運動的效果 在這個同時呢,牠們也可以訓練鸚鵡飛翔的能力 假日呢,我也常常看到鳥友會有放飛群聚的活動 也常常成為新聞上面的焦點 鸚鵡跟鸽子呢,牠們在認路的方法不太一樣 有些說法呢,是說鸽子啊 牠們的舌頭下面呢,有一些磁性的物質 類似指南針 讓牠們有辦法去分辨啊,方向、方位 而有另外一方面的人認為啊 鸽子呢,牠們是利用太陽還有風 這種環境的改變呢,去辨認方向的 這些呢,都有待觀察 但是針對鸚鵡他們辨認方向的能力 我們能確定的是,如果飛行超過三公里以外的鸚鵡呢 牠幾乎不可能找回回家的路 那為什麼還會有訓飛的活動呢? 所謂的訓飛,就是利用訓練的方法 讓鸚鵡呢,去認得哨子的聲音 並且呢,利用這種哨子的聲音呢 去辨認方向,去定位主人的位置 想當然,哨子呢,牠們呢,傳遞的方向有限 所以通常鸚鵡訓飛呢,都是在有一定的範圍 一定的地點呢,進行訓飛 有別於鴿子呢,鸚鵡它是利用聲音還有記憶 去尋找方向的 經過訓練的鸚鵡呢,牠有辦法聽懂 主人想要表達的意思 當牠聽到哨聲的時候 牠有辦法了解主人想要表達的意思 但是做不做呢,就是另外一回事 在訓飛的團體中呢,並不是代表每一隻鸚鵡 都有辦法在對的時間點乖乖下來 有可能因為好奇呢,就在樹上啦,屋頂上面逗留 更壞的情況呢,就是不受控制的飛走 有什麼原因造成鸚鵡飛走呢? 有時候是因為驚嚇,例如放鞭炮或者是打雷的聲音 更不要說以前有新聞報導呢 有人在颱風天的時候啊,狂風暴雨 還帶自己家的鸚鵡出去放飛 害得鸚鵡呢,沒有辦法回來 甚至被打落海中 最後的情況啊,才不忍睹 因為這些外在因素啊,而影響鸚鵡飛走的 當然不只發生在遜飛當中的鸚鵡 即使平常在家裡或者是龍子內的鸚鵡呢 牠都有可能因為外在的驚嚇 剛剛講到的放鞭炮、打雷的聲音 嚇到而飛走 即使平常在家裡或者是關在龍內的鸚鵡呢 牠都有可能因為驚嚇而橫衝直撞 很遺憾的,這裡的門窗呢 不小心沒有關緊的時候 很多鸚鵡呢,就因為這樣而流離失所 所以每天啊,都有一堆飛翅鵡的新聞啊 消息啊,貼文啊 一堆找不到回家的路的鸚鵡 如果啊,當你的心裡呢 浮現出你想要遜飛鸚鵡 放飛鸚鵡的念頭的時候 不論出自於喜歡鸚鵡 或者是說你要訓練鸚鵡 培養鸚鵡飛行的能力 讓鸚鵡運動的心態 或者是呢,出自於只是想要把鸚鵡 帶出門炫耀的心態 這個時候請你問問你自己 你有辦法承擔鸚鵡在這段期間 承受的威脅還有風險嗎? 風險呢,包括前面講到的意外飛走 受到驚嚇逃走 甚至呢,受到野外的野貓野狗攻擊 你能夠承受因為以上的原因而失去你的愛鳥嗎? 如果呢,你不想要因為以上的原因而失去你的愛鳥 再讓鸚鵡運動的方式呢 我們想一想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 例如呢,鸚鵡平常的籠子是不是可以準備大一點 可以加大呢,鸚鵡生活的空間 我們是不是呢,可以加長室內放風的時間 為了他們的健康我們是不是可以多帶他出去曬曬太陽 我們要知道啊,鸚鵡受到人類長期的圈養之後 沒有人能夠保證呢,他有辦法在野外生存 隨時要有飛走的危機意識 不要輕視了這個問題 而帶鸚鵡出門的時候啊,也要記得上鏈 該裝腳環啊,就一定要裝 鸚鵡飛走的SOP呢,你也一定要知道 放風的時候啊,門窗該關緊就要關緊 不要心存著僥倖的心態 可能因為呢,我們一個不注意 再多的哭泣,再多的難過都沒有用 再來講到關於鸚鵡 鸚鵡呢,也是一種保護鸚鵡的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呢,也有利有弊 一體兩面呢,每件事情都沒有一定的絕對 所謂的鸚鵡呢,就是剪掉他的飛行魚 其實也沒有像其他人講的剪掉翅膀這麼樣的殘忍 他就像剪頭髮一樣 也不是完全剝奪他飛行的能力 只是降低他飛行的高度 以防萬一呢,鸚鵡不小心飛出門的時候 你有辦法把他抓回來 在這樣看來呢,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態 而也蠻多人鼓勵這麼做的 網路上面呢,也非常多剪魚的影片 我這邊就不多做介紹 另一方面呢,在剪完魚的同時啊 你可能就要擔心其他動物帶給他的威脅 因為飛行的高度降低了 家裡的其他動物狗、貓都有可能造成他極大的威脅 牠們呢,都更容易的可以抓到鸚鵡 這一點呢,也請大家要思考清楚 不要以為牠們的感情很好,你就卸下心防 能夠避免危險呢,就盡量的避免 而且啊,牠們在飛行能力上面呢,也受到了限制 有些鸚鵡呢,牠也因為這樣而產生了心理的因應 所以剪魚或者是不剪魚這一點呢,就交給世主自己做評估 總而言之啊,養寵物就要對牠負責 對待任何寵物呢,都一樣 負責呢,不只是在物質上 也包含心理上還有安全上的負責 做任何事之前呢,也請你三思 做任何決定呢,也都要請你精神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啊 如果你也同意我的說法的話 也不要忘記幫我訂閱、按讚 並且分享我的頻道喔 我是Jack,我們下次見喔,掰掰 掰掰